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张群 我在美国芝加哥 今天为大家讲一个有关神学院的事情 题目叫觉醒的惠顿学院 本篇文章是它的原文的英文原文链接 以及我们的翻译文都是在我们北美保守评论的网站 大家可以去看详细情况 我今天在讲今天这个题目 一开始呢 我是先给大家讲一个令人感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呢 它讲的是在拉美亚马逊热带雨林中 就是在具体讲是在尼加拉瓜 有一个叫做瓦拉尼 这样瓦拉尼这个部落 这个部落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我分享一下 稍等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 这个就是瓦拉尼部落 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 最近呢 他有一个官司 跟亚拉瓜政府土地诉讼打赢了 兴高采烈的 前面 去年我还看了一个报道 说这亚马逊雨林第一个土著得那个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 他们 所以呢 现在这个民族呢 大家看着还是 是这个挺欢乐的是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民族说起 这个民族现在看着挺喜性的 和平的呀 但是当年可不是这样 就直到五十年代呢 他这个民族还是与世隔绝的 为什么与世隔绝 因为这个民族特别残暴 残暴到什么程度 他跟 就是你知道 拉美 他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土著 对吧 但这些土著呢 林亚阿瓜当地土著普遍使用语言 叫做 叫什么 Quachua Quachua这个语言呢 使用者呢 把这个民族称为Oca 就在Quachua语中 这个民族的名字叫Oca Oca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这个Quachua语中 就是野蛮残暴的意思 这个民族 即使在土著中 也是历史上非常野蛮残暴 就是残暴到什么程度 就是任何外来 外来部落 外来人 只要进入他们部落 必死无疑 肯定被杀死 另外呢 后来这个专业研究啊 就是说这个民族当时 那个时候啊 就是多少年 直到五十年以后 五十年代以后 发生巨变了 这个我待会再讲 就在这之前 这个多少年 多少世纪啊 多少这个千年 这个部落就是属于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他们自己 这个部落里边内部的人 人员怎么死亡呢 死亡的原因 百分之六十就是暴力死亡 就在没有外来侵略 就在他自己和平的 就这样 就是那种纯天然啊 自然的这种状态下 平均百分之六十人死于暴力 你可以想这个民族的残暴 不止一个学者 就是说这个民族啊 大概是全世界 能够如果量化算来 是最残暴的民族 这个残暴成功 大家可想而知啊 那么 五十年代开始有什么变化 就是五五年吧 开始呢 就是美国有五位传教士 这五位传教士呢 跟大家说说 叫做一个是Roger Yardery 一个是Pete Fleming 一个是Jim Elliott 一个是Nate Saint 还有一个是Ed McCauley 这五个人呢 五个传教士 就决定向这个 瓦拉尼部落进行传教 那个是亚马逊 你没法陆地 各方面就是从里 你没法接近 他们只能靠飞机 这里这五个人中间 Nate Saint Nate Saint是一个飞行员 当然他也是传教士 他也是非常虔诚的信徒 那么架着这个一个小飞机 这个飞机就是能够在雨林 可能翅膀就是那种比较慢的飞 能够在雨林 适当的地方 可以降落的 那么他就开始准备传教 这个行动当时就叫Operation Orca 这就我刚才记得吧 Orca是野蛮 就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称呼 所以这叫奥卡行动 这个奥卡行动呢 他们知道这个民族很残暴 所以呢 他们做了大部分的准备 比如说他们找 从奥华民族逃出来的 也不算逃 就等于说跑出来 就是想到外面生活的 这样他找到一位女孩子 然后跟他学了些 就是瓦拉尼语啊 学了几句啊 还是了解他们情况啊 通过他们还跟内部进行沟通 跟他们那个瓦拉尼内部啊 然后呢 他们就是为了打枪他们建立友谊呢 他们就是用这个飞机啊 往下开始送礼物 他准备非常准备非常这个仔细 他这送礼物怎么送呢 他当时就是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Nate Sand呢 他创造了一种方法 因为这飞机飞速比较慢 所以他可以进行很小圈的盘旋 那圈小到什么时候 他一个绳子坠下来礼物 这礼物 大家说绳子很长嘛 他可以在上面盘旋 这个礼物 这个绳子基本上就不太动地方 就可以直接送下去 这种情况 那么 这样的话他从 这个瓦拉尼人呢 开始看着紧张 后来就把这个绳子 抓住了 把这个东西给解下来 大家飞机在上盘旋 他这绳子他给抓得住 把这个礼物解下来 原来这礼物不错 他们还喜欢 都是那些 很多人他们说他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 就是说这样 他就是几乎每天送礼物 每天送礼物 瓦拉尼人一看 每天拿点东西过来 很高兴的 完了这是2055年9月份开始 到了55年10月份 这个瓦拉尼人呢 这个我估计可能 没准是当时不是从中国 过来学了文语了 莱尔布华贝利叶 结果10月份开始呢 他们把自己的礼物 给拴到绳上 把这个东西解下来 礼物解下来 把自己礼物拴到绳上 他进行这个礼物方面 大家可以互赠了 你说这是个好迹象 这是个好迹象 礼物居然回赠了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五位啊 这五位这个传交士 大家可以看啊 就这五位 从左起 Roger 叫Yaldrin Pete Fleming 还有Jim Elia Nate Sane 和Ed McCully 这五位呢 就把飞机降落 降落以后呢 他们就走着飞机 在河滩呢 他河滩 又开过地 然后在那边搭起帐 在那开始搭赢 那么 这个搭赢以后呢 这个时候 他们就有瓦拉尼人出来 他们就 非常友好 跟他们打招呼 结果来的是 瓦拉尼的武士 拿着长矛 把他们所有这五位 全部都杀死 活生人给杀死了 当时美国人 很多都奇怪 因为他们所有的人 每个人都佩戴着枪的 那 为什么他们没有开枪 后来他们就是 有这个 后来又有进去的 跟那个 当时还有一个小女孩 她在 就是当地土著的 瓦拉尼的小女孩 她就躲在这个远处 躲起来看 他们根本没有开枪 没有想到开枪 手里也不拿枪 最后就被杀死了 那后来呢 他们这个 这些人的遗孀 就讲了 遗孀们就说 说我知道 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知道 基督徒 为什么传福音 是因为呢 让你去信耶稣 你信了耶稣 你就得救 你能上天堂 否则你要进地狱 所以呢 这些人 他怎么讲 其中有一个 他对他妻子讲说 我已经得救了 那我死了 肯定是去天堂 这种情况下呢 我不能把他打死 我 对方想杀我 我也不打死他们 这就是 在走之前 就跟他妻子 怎么说 因为什么呢 他们还没有得救 所以呢 如果我杀死他们 他们已经进地狱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当时听了 都哭了 我弟子听的故事 结果他们就宁愿 把自己 也杀死了 很多人说 你说你们基督徒 这个 真的是 太坏了 你们居然说 不信耶稣 不信基督 就进不了天了 就要下地狱 你说你们得 多么邪性的人 多么坏的人 你才能 思想多么邪恶 才能说出这话来 那我反问你 假如这个是 真是真的呢 这么多人信呢 如果你们 如果说基督徒讲的 他只是一种 一个可能是 非常令人 难以接受的实话 假如这个是真事 那么这个错 不在基督徒 而基督徒 他怎么实践的 你看这几位 最无畏 他不是说 我有优越感 我瞧不起你们 我去上天堂 你们下地狱 不是的 他仿效 救主耶稣的行为 他们去让自己牺牲 把这个生命结束 用这种方式 换得你有机会 去天堂 大家想想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 这次的 这个叫做奥卡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 没有完 为什么没有完呢 因为当时 这个是 当时他们 无线电 跟他们妻子 在这个 安全地方的妻子 进行联络 还有那个 那个 这个驾驶员 他的妹妹 也参加这个行动 他们 他们也 他们没有在 尼亚拉瓜这边 但是他们无线电 有联络 联络的 后来没有联络以后 当时他们就过来 寻找 后来发现 就是他们被害 全部被害 被长毛刺死 以后逃尸 有的还在 盒子下游 那么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造成了一个 特别大的轰动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啊 当时是 那个时候 大家想想 葛培里还在 进行这个 几十万人 万人空向 这种 这种步道 当时美国的 基督教信仰 气氛非常非常浓重 虽然说 当时那些左派 欧洲左派 犹太师父 已经开始 毒害 他们的下一代了 但是这些 这些人 他们的信仰 还是非常浓厚 然后呢 当时就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 轰动的效应 这个时候呢 就是 社会上 大企业啊 当时的什么 科技企业 华尔街 把钱全都给 资助这些传教士 到全世界 个体传教去 你想那个时候 企业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五个传教士 他们的遗孀 他们的妹妹 还有他们的孩子 之后都开始 继承 这个 他们这五个 烈士的一致 继承烈士一致 不要以为 这是共产党语言 烈士本身 来自于基督教 讲的是 为主寻道理 这才是真正 烈士的含义 那些人不是烈士 共产党的烈士 那是牺牲品 那是可怜虫 所以呢 这些 他们就等于说呢 要进去 坚持 继续给这些 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瓦拉尼族 来传教 最后 现在是 后来是全民归主 而且是彻底的杜绝了杀戮 可以这么说 后来其中凶手之一 他的孙子 变成了这个 这个什么 牧师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被杀的人的孩子呢 他让自己的孩子 把其中一个凶手 叫爷爷 因为那凶手呢 后来就新竹了 非常的 就是当时也说 非常悔改了 后来就是这样 2004年的时候呢 美国出了一个纪录片 也是名字叫 Beyond the Gate of Spender 翻译成什么 这个就是超越 这个荣耀大门 然后呢 这个2006年 有一个电影 一个故事片 有一个改编的 叫End of the Spear 有的我看翻译叫毛 就是长毛的毛尾 End of the Spear 就是长毛结束的时候 毛尾部 完了 还有一个 一部小说 叫做五位妻子 Five Wives 也是写这个 都是属于当时 非常畅交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个令人感人的 这个事迹 这个是其中 那个Jim Elliott 和他的这个 哎呀我看了 稍等 我还要给分享一下 还要分享一下 他的那个 题目 大家看哈 这个 这个就刚才我说 Jim Elliott和那个Elizabeth 就是他的太太太后来 也都是参与了 这个传教执行区 这是他们 有三个 这个五人中的三个人 这个什么呀 这里面是这样的哈 我今天呢 就是 讲他们这个事 就是什么呢 讲到了 我在回到这个 这个惠顿学院 回到惠顿学院 那么 这个 惠顿学院 大家知道 大家可以看 这 看他的这个什么 我再给大家放一个 share一下这个 这个惠顿学院 那个大门的这个 门口进门 他的一个 就像一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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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墙似的哈 然后呢 上面写着叫什么 惠顿学院 为了基督和他的国 大家看哈 这就是这个 惠顿学院 为了基督和他的国 这个惠顿学院 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知道 就刚才我说的 著名的步道家 葛培里 他就是这个 是他的母校 葛培里 可以说是 这个世界 全球可能过去的 这一百年以来 可能是最有名 最有成就的 这个 部导家 这个学院 就在芝加哥的郊区 我去过多次 而且我还带过不少 国内的基督徒去 当然了 我在 我也批判过 这个学院 就是在 3月2号 我有一篇 我有一个视频 叫做 美国 叫什么 美国 人类的 好像人类灯塔 为何熄灭 这里边呢 就是讲到教会的时候 教会的堕落 我就点名说 这个惠顿学院 那么这个惠顿学院 与这刚才我说的 这个 有什么关系呢 有刚才我说的故事 就是这里 五个人中间有两个 一个叫Jim Elliott 一个叫Ed McCulley 这两个人是 惠顿学院的校友 他是惠顿学院的校友 1956年 他们被杀 1957年呢 Jim Elliott和这个 Ed McCulley的 同班同学 出资 给他们做了一个 那个 匾 纪念他们的匾 我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的匾 那么这个匾呢 上面主要是讲到 说写着 世世代代 所有进入的陌生人 都被这些 还有一个词叫做 Savage 就是这个 可能大家可以看 可能看不太清楚 Savage 就是野蛮的未开化 这些未开化的印尼安人 所有进入他们的 进入的陌生人 都被他们杀害 那么经过许多天 耐心的准备和 虔诚的祈祷 宣教士们 与奥卡部落 进行了有史以来的 第一次友好词 就把这个事情 讲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 这个有这么一个词 在里面 就是这个 Savage 这个词 结果出现一个 什么情况呢 这个牌匾 在前几天 被摘了 被摘下来了 取消文化 进入了神学院 这个 基督徒先烈们的 传教的这样的 令人感人的故事 就被取消了 这个是取消文化的 所以呢 你看这么一看 这个惠顿 也成为一个 左派的一个 沦陷地了 这个牌匾 本来就纪念 传播福音的 纪念这些人 传播福音 荣耀上帝 并且造福人类 对不对 大家想 那个时候 他难道不是野蛮吗 他的全世界 最野蛮 最残暴的人都 他还不是野蛮 而如果不是野蛮 那么这些基督徒 去干什么去了呢 对不对 给大家看 就是 这个瓦拉尼人 我找到这个瓦拉尼人呢 他自己怎么去描述基督徒 这些传教士 与他们社会的贡献 他们是这么讲的 我们过去生活在 愤怒 仇恨和杀戮中 直到他们给我们带来了 上帝的标记 现在我们这些走上帝之路的人 过着快乐和平的生活 大家想一想 这是这个 这些土著 这些印第安人 他们 对于这些传教士的评价 而且他们也确实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当然还是很落后 但是他们所要的 在亚马逊里 和平的幸福的 互相关爱的生活 对不对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短片 这个给大家 看一个 稍等 这个老先生 大家看了吧 这是在 2018年 这是他的太太 你看他们现在脸上 看这些 这些瓦拉尼人 他们的笑容 都很灿烂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传教士们 给他带来了什么 但是 我刚才说 有电影拍 有小说写 但是一直有一股白族 在批评他们 说他们破坏了 当地人原住民的文化 你说他们 这就是一种 白人智商主义 用一种 自我感觉优越感的 这样的一个宗教 去压制 打压当地文化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 坏到什么程度 所以说白左 真是一群最坏的人渣 他们比起中共 比起的什么 那些共产党 一点都不好 一点都好不了 都是 完了呢 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就把那扁摘也来了 那么 惠顿学院的院长 怎么说的 他这么说的 他对这个决定 他说最近的 学生 教师和工作人员 都对牌匾上的语言 表达了担忧 因为现在的人们认为 牌匾上的语言 冒犯了 就是未开化的人 就是Savage 这一个词被认为 是带有贬义 历史上曾被用来 非人化和虐待 世界各地的土雇人民 在我们校园里 任何一个关于 人或群体的描述 都应该反映出 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人的全部尊严 一个死亡率 暴力死亡 达到60%的人 这样的一个民族 他有什么尊严呢 他这种文化有尊严吗 他尊严 一定是施暴者的尊严 统治者的尊严 这些掌握着暴力的人 他们才有尊严 那么妇女 儿童 你所口口声声 这帮白索的 所关爱的这些弱势局 你有尊严吗 有吗 所以这些人 真的是人渣 那你看看这个学院 这个院长 也基本上准人渣了 对不对 他这么讲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勇气 去承认 这些民族 以前是savage 是野蛮的是被开化的 他连这种真相都不承认 而耶稣说什么 说 the truth set you free 对吧 我们经常翻译成真理 使人得自由 但实际上你可以翻真相 使人获自由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个诚实的人 这个共产主义也好 这个所谓的这种那个 始于作为忠于无耻 这样的文化里面 真理是真理 真相是真相 这两个是不一样 真理是掌握在 统治者当权者手里口里的话语权 真相呢 是客观发生事实 而 这个让诚实作为最重要的一个 价值观之一的基督教 那么他们 这个 这些基督徒们认为 真理和真相是一块 所以说呢 耶稣这句话呢 truth 可以说成是 真相使你得自由 所以你看这个院长 连真相都不敢承认 所以他是被 继部主义 被共产主义 被这些左派捆绑的奴隶 他根本就 没有得到自由 另外呢 他这样的讲法 实际是 可以说是 在无耻的抹杀 历史上 这些传教士 他们用鲜血 交换了福音成果 和用鲜血带来的 用生命带来的 人类的进步 所以呢 这个校长的话 非常可恶的 但是最可恶的是什么呢 他居然支持 这些左派们 打着基督的幌子 不诚实的利用基督教 作为武器来压制 美国 美国人的 特别是美国神学院 这些学生和老师的 言论自由 和对罪恶的潜贴 所以 熟悉惠顿的人呢 都知道 至少是从巴拿马 就当总统开始 2008年开始 他就已经成为 培养社会正义的 斗士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决斗场的职业 基本上是跟中央党校 越来越变成 跟中国的中央党校 差不多了 所以这是个堕落的职业 我曾经就是当时在这个 就刚才我说 3月2号自由灯塔 何以滩塌 这个视频中 我讲 当然我这个是 主要是在讲 毕诚鹏老师 他的文章 他讲了 美国的 今天的社会问题 是已经击中难反 这个社会问题 主要责任在教会 而教会的问题 在于牧师 对吧 那个牧者 而牧者的问题 在于什么 在于神学院 神学院的问题 在于神学院 有关于 这个人渣校长 是吧 所以呢 惠顿神学院的堕落 它是神学院堕落的 一个典型 真的是一个典型 我觉得 他们所谓的这个 觉醒 Woke 这个文章 他就 这个讲到说 为什么神学院 他惠顿神学院 干了这种事 其实他们认为 自己已经Woke 是一个觉醒的神学院 这个Woke 是一种撒旦的Woke 是一种不承认真理 不承认事实 丢弃传统 反对上帝的Woke 我希望神学院呢 不能说神学院 我是愿上帝 能够光照神学院 让神学院 这些神学 神学领袖们 真正的悔改 或者是 能够让 真正 真正的上帝 属于上帝 属于耶稣的神学家 能够成长起来 这样的话呢 美国才能最终结束 现在就是在巴比伦 被掳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才能够尽早的 回到 耶路撒冷 愿神的旨意 成在地上 如同成在天上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在北美保守 频道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张学佑的美国之家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